另外要知道这叫臭氧 这些我在第一个会再上一次 氨氨是有CBCO3 它是有味道的 而且是有毒的 它有毒的 它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它是空气污染物质 所以这个地方的臭氧含量多 就表示这里的空气是脏的 不干净的 但是它可以吸收紫外线 紫外线会对生命造成伤害 臭氧在天上过滤掉紫外线 保护了地点的生物 所以臭氧在你四周为是一个坏东西 会伤害你的身体 在天上是个好东西 它帮我过滤掉有害的紫外线 然后这里有一个臭氧伤害平流程 我们三年级的下学期 会教大气的分层 会教指教平流程 平流程有一段臭氧含量高 称为臭氧层 那这个臭氧层就帮我吸收掉紫外线 保护了地点的生物 我们会在第一科课的时候 再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然而现在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排放了国律碳化合物 课本上写国律碳化物 意思一样 而使得我们的臭氧含量减少 就称为臭氧供 有的臭氧供就没有人帮我过滤紫外线 紫外线就会长驱植入 伤害到地点的生物 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有问题要做臭氧供 然后呢怎么办 我就会告诉你的问题 把这地方看一看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可以 不是我们的臭氧的部分 这一页内容 我们在三年级的地科课会在上面 第二是水气 水气是唯一可以三项存在 大自然不需要人类 所以就有固态的冰 液态的水气 气态的水蒸气 是大自然中唯一可以三项存在的物质 彼此是会有水循环 第一老师有教生物老师有教 第一老师会再教一遍水循环的发生 然后呢 空气的水就在对流层 一样 博山下学期会叫你什么叫对流层 对流层 然后呢因为对流层有很多的水 所以叫对流旺盛 对流层就会对流旺盛 这叫对流层 所以呢水是到天上会凝结 凝结就会有云 会下雨 知道是天气现象 所以呢地科课的重点是 天气现象发生在哪一层 答案叫做对流层 这是地科要学习的重量 ok 然后呢 水系有很高的比热 有很高的气化热 所以可以调节地球的温度 好 让热的不会太热 我们不会太热 我们在地科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星球缺乏空气缺乏水 温差都会很大 我们地球有空气有水 所以温差不会大 因为它会喇喇耶 热的往我们的送 我们都往热的送 你知道一下 最后这一句是我们学测考过的题目 学测考过的题目 就是水气凝结的时候会放热 蒸发的时候要吸热 水气凝结所放的热 是大气剧烈天气变化能量来源 这一句 学测机测考过 然后我们在上台风的时候要告诉你 台风的行程需要充分的水 为什么 因为水气凝结放的热 是大气剧烈天气变化能量来源 这就是有关于水的部分 我们就帮各位介绍一些所谓的其他的气体 注意一下氢气 注意一下惰性气体的用途 看一看就可以了 OK